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一宗兄妹亂倫的案件 在庭上哥哥還跟童母義父的妹妹真心相愛 究竟案情是怎樣的?哥哥又犯了甚麼罪 我都會和大家一一分析 亂倫罪在香港是甚麼刑罰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繼續看下去 好 我們立即開始 單案是這樣的 是關於一個年齡相距七年 童母義父的兄妹 在妹妹竟然十四歲的時候 妹妹十四歲是未成年的時候 竟然發展出不倫之念 二人不但做出親密的行為親熱的行為 更加在父母的床上性交 女童父親看到兩兄妹關係太親密 就要兄長搬走 搬走之後 女童的情緒不穩 就向老師透露了和兄長的關係 這對不倫之戀 揭發了一件事 那個哥哥被捕之後 向警方說 知道甚麼是亂倫 但是他說不知道 是不知道 亂倫是犯法的 哥哥在三十號 在荃灣法院 為甚麼是荃灣法院 因為區域法院太爆了 所以有些案子會在荃灣法院審 是一個暫待的區域法院 他承認了亂倫和非禮六項罪 律師求情的時候 說兩兄妹是真心相愛 即是混淆了兄妹之情 站委法官溫紹明子被告 是救猶自取 判她入獄十八個月 溫官判刑的時候 怎樣說呢 被告LYJ 作為哥哥被事主X 即是妹妹 大七年 理應保護和照顧妹妹 但是侵犯她 而且不是單一事件 以及在三項亂倫罪發分的時候 X只是十四和十六歲而已 被告也沒有用安全套 認為案件是嚴重的 這是加刑因素 考慮到被告案發時只有21歲 如果香港不太久 仍是適應的時間 兩天年紀相差不大 被告並非利用事主連少無知 來犯案 即是她不是欺騙妹妹 但我覺得奇怪 但七年而已 21歲和14歲 有點奇怪 21歲怎會喜歡一個14歲的人 14歲應該都未發育完成 另外 被告曾經在保釋期間潛逃 因為她說自己萬年俱灰 就想自殺 但經途人協助打消了念頭 可見被告也是心表自責 和承受壓力 局官說這件事 雖然被告是交流自取 但也會考慮這個因素 在判刑的時候 在判刑的時候 被告已經26歲 他承認了兩項 猥褻侵犯另一個人的罪行 以及三項亂倫罪 和一項沒有合理 因由而沒有 按照法庭的指令 歸押罪 即是沒有去報道的罪行 案情指 被告是在1996年出生的 他媽媽後來和另一個男子結婚 那個男子也成為被告的繼父 被告的母親和繼父 在2003年生了受害人 女和X 所以被告和X是屬同母二父的兄妹 在被告搬走前 在2017年8月某日中午 被告就躺在科馬上 當時14歲的X經過的時候 突然被告就隔著衣服 大力拿出去兇一下 然後同年7月至8月某日 被告到X的房間 就說想和X做愛 更加除了X的衣服 就嘗試插入他下體 但是後來也沒有成功 後來他就自己解決 被告又說想和X做愛 X是同意的 被告就沒有用安全套之下 就和X做愛 被告在警戒下 就說和X發展了一個戀情 我覺得這件案 被告的責任實在太大了 他沒有可能 大概7年 沒有可能這樣搞妹妹 我覺得實在很有問題 18個月 我個人認為 因為有官司 可能考到他年幼 可能不夠重 我個人覺得這是個人觀點 我覺得這個被告太可惡了 這是我個人觀點 重新多一次 好了 或者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聯倫的判刑準則 現在可以 聯倫是根據香港法例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 裡面的第四十七條 是監管的 那裏有說明是 男子亂倫是怎樣 榮法是怎樣 在四十七一裡面 就說明了 任何男子與另一名女子性交 而知道該女子是他的孫女 外孫女 女 即是親人 我不再說了 一經定罪可以判囚十四年的 另外另一個因素 就是一一有說 就是如果一個女士 是十六歲以下 但是十七歲以上 該男子是可以判處監禁二十年 根本 今天講講案的男子 是可以判很重的 官其實已經是化為流程 另外根據第四十七條 男子亂倫罪裡面的第三項 也有說 任何男主企圖犯上述的罪行 或先或年齡在十六歲以下 而她知道她是親人的女士 即屬違法 最高可以判十年監禁 這條也適用我們今次的案件 因為這位被告 主動握她妹妹的胸 亦是為她做愛 亦是走到她的房間 亦是誘騙她 去到她父母的床上做愛 所以也適用 而且在這件案裏 亦有親屬關下的認證 因為她們是同母義父 這件事在第四十九條 亂倫罪亦有提到 裡面你兄妹或兄弟或姐妹 或者是姐弟 就算是同父義母或同母義父 都包括在內 所以這件案 雖然他們是同母義父 亦都是亂倫罪一定成立 亂倫罪還有兩個重點 第一是男士只要欽敬插入女方 就不需要有其他動作 或言論性交或射精 都已經構成了亂倫罪 另外之前我說過 強姦罪最重要是同意 但亂倫罪沒有這個要求 即使就算涉案女子同意與否 她的男方 只要她們兩個確認是有一個兄妹的關係 譬如今次 就已經是亂倫罪成立 所以那個要求是緊很多 都是那句 因為男方明知道她的妹妹是同母義父 都和我分析性行為 根本就是大不為 道德上都是很有問題 不要說知不知是亂倫 根本就是很有問題 又是一個社會的悲劇 今天我跟大家分析這件案 就到此為止 大家對這件案有甚麼看法 我希望女事主可以走出陰影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這段影片 講的內容是有用的 之後想繼續看到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星期一至五每天出片 跟大家用法律觀點分析時事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之外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